很多人都知道伪造欧美的纸币可以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欧美社会硬币依然有着广泛的应用 靠使用假硬币依然能够大发特发 大家好,我是顾尼琼博士 欧美社会最多的是伪造20美元的硬币 因为数额不大,但是购买力也很强劲 不太会引起注意,但是制造工艺复杂 居然有一个白男注意到硬币这个缺口 使用范围广,制作容易,而且很难被发现 原来在福建泉州有金属制造加工厂 可以用5分人民币,一个的价格生产价值15人民币的加拿大2元硬币 然后已经查明的游寄进入加拿大的就有几十万个 我觉得现代人为了发财真的是思路相当开阔 居然能够利用国家地域差别来蒙取暴力 还是希望看见社会里面这种假货币少一点 免得影响我的生活 要把这种假货币也做了